在威斯康星州有三名的中學生被指控 性侵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Misgender 用錯性別代詞了 我們來看一下當地的新聞報導 學師 見辜解一切 中學生被訴求 他打聽 他會被罵 警察是被罵 罵 我會發難 我會覺得這真正是 這真正是 一個有名角 一件事 有不再無關 而民修佛 憑藝 逤通 製工 BRADON AND THE OTHERS WERE SUPPOSEDLY INVOLVED IN HAPPENED IN APRIL SHE HAD BEEN SCREAMING AT ONE OF BRADON'S FRIENDS TO USE PROPER PRONOUNS CALLING HIM PROFANITY AND THIS FRIEND IS VERY SOFT-SPOKEN AND KIND OF JUST SUNK DOWN INTO HIS CHAIR AND BRADON FINALLY CAME UP DEFENDING HIM SAYING HE DOESN'T HAVE TO USE PROPER PRONOUNS IT'S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NOT USE YOU CAN'T MAKE HIM SAY THINGS SOME MIGHT SAY OR THINK THAT YOU OR YOUR SON ARE AGAINST THE LGBTQ PLUS COMMUNITY NOT AT ALL, NOT AT ALL MY CHILDREN HAVE BEEN RAISED TO LOVE EVERYBODY EQUALLY SHORTLY AFTER FINDING OUT HER SON WAS BEING INVESTIGATED ROSEMARY REACHED OUT TO WILL TITLE IX SEXUAL HARASSMENT TYPICALLY COVERS THINGS LIKE RAPE, DATING VIOLENCE, QUID PRO QUOTE TITLE IX SEXUAL FAVORS, RIGHT? REALLY EGREGIOUS STUFF THERE'S NOTHING EVEN REMOTELY CLOSE TO THAT ALLEGED IN THIS CASE WILL SAYS THE SCHOOL DISTRICT'S POLICY DOESN'T COVER THE MISUSE OF PRONOUNS AND NEITHER DOES TITLE IX 是的,把三個國中生的小男孩當成是強姦犯 因為他們不願意使用左派腦殘的性別代詞 簡單地說就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說左派要他們說的話 他們就要毀掉這些小男孩的一生 只因為這些左派的人不願意接受事實 所以我來這邊真的是拜託各位,求求各位 如果你的小孩,你的孫子還在公立學校讀書的話 請你馬上把他們帶出來home store 不管怎麼樣,請你們家脫離公立學校 不讀書,當個野孩子,放羊 都比在學校被洗腦好 只要你可以,就算你要硬逼著自己怎麼樣 就請你把你的小孩帶離公立學校 這個事情不是發生在加州喔 不是發生在洛杉磯或是舊金山之類的 是在威斯康星州 那威斯康星州或許也是個左派掌控的地方 但是不應該像加州跟紐約這麼糟糕吧? 所以說我還蠻確定就是洛杉磯跟舊金山 這樣的事情已經是常態了 簡單地說就是他們可以隨時毀掉你的小孩的一生 說他是性侵犯 如果你讓你的小孩持續待在公立學校的話 那另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 那些學生說的不是錯誤的性別代詞 錯誤的性別代詞是左派相信的 那些被說成是強姦犯的學生 使用的是正確的性別代詞 就算有人使用錯誤的性別代詞稱呼別人 例如有些AI news的觀眾 沒事就說我這個很明顯就是又色又變態又暴力的弟兄 是姐妹 如果把他們定罪成性侵犯 這也不是太過分了嗎? 但是這件事情更誇張 因為那些學生使用的是正確的性別 他們說的是事實,是真實的,是符合科學的 但是根據那個學校這些事實,這些科學是性侵 然後一定要使用they and them 就是這麼腦殘的事實 我有幾個朋友在美國當過兵 他們會在facebook上面公開的開玩笑說他們的性別是 pistol,手槍,attack helicopter,戰鬥直升機 AR-15 請問你是小學生的話,要造具的話你要怎麼辦? 我的朋友Eric不能上飛機 因為他是位手槍 我的朋友John認為油價太貴 因為他是個戰鬥直升機 This is so stupid! 然後現在設想,我叫他he 然後我們就是在性侵他們 這就是他們使用這麼愚蠢的制度 來摧毀這個社會的方法 他們就是使用暴力跟威脅 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沒有人會覺得說他們的想法跟做法是正確的 但是他們可以教唆一堆年輕人去威脅其他人 合理合法的使用制度 隨便灌一個性侵的罪名在一個國中男生的身上 好處就是在歷史上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使用暴力跟威脅來建造的社會 或者是社會運動並不長久 因為這些不是事實的東西無法延續 如果你可以用你的生命來改變人的思想 還有生活方式的話 那個樣子做才會延續 但是如果說他們只是用暴力跟威脅來打壓你 你不服我,我就不讓你工作 你不服我,我就不讓你上學 你不服我,我就告你性騷擾 就一定會失敗 有一天就會有一堆人 懶得搭理那些自欺欺人的弱智 有一天就會有人聚集站起來說 我們不要再聽你們這邊胡扯了 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那這個東西,這個事情 應該現在就發生了 事實上應該十幾年前就應該發生了 十幾年前就應該有人站出來說 同婚不民主也不符合人權 也不是社會需要的垃圾 墮胎就是在殺人 貧窮是自己的責任 有錢不是罪 政府不應該偷取人努力工作 還有服務社會的成果 美國已經不是個種族歧視的國家 這些東西這些議題 早就應該有人站起來說這些東西了 但是當時沒有人願意 所以說現在我們才會到這個樣子的地步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 我們可以發生 我們可以抵抗這個體制 我們可以帶領我們的小孩 脫離這個樣子 無恥、噁心、下三爛的教育系統 我們可以奪回我們教育孩子的權利 他們可以說我們歧視 他們可以哭著說我們在虐待小孩 他們那些人要做什麼 隨便他們 但是如果你是個男人的話 我就會說你是個男人 我不會退縮 我不會軟弱 我不會跟左派玩那些無聊的遊戲 我只認識兩種性別 就是神創造的那兩種 剩下的全部都是你們自己的胡扯 跟政治目的 有些人會說 我知道啊 社會敗壞啊 但是我不想要有紛爭啊 我不想要爭執啊 我了解 我知道你害怕 你的工作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可能都掌控在這些左派人的手裡 我知道有一堆人 什麼網軍啊 在那邊跟你叫囂 很可怕 很煩人 相信我 我是有親身經歷的 不管是被別人叫錯性別 還是被統運組織罵 但是 我們現在不站起來 面對這些神經病的話 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要安逸的過完我們的人生 然後把這些問題交給我們的小孩嗎? 嘿! 這是你爸的價值觀 你爸的信仰 是正確的 是符合聖經的 但是 你要怎麼做隨便你? 這個是 我們要留給我們孩子的方向嗎? 爸爸媽媽留給你的產業 就是一個被神經病掌控一切的社會 Good luck! No 我們如果要我們的孩子 變得比我們更好的話 我們就要做出勇氣的榜樣 他們不用被這些彎曲悲逆的思想控制 如果我們一起勇敢的抵抗的話 他們就會有勇氣去做更好更重要的事情 我是Ethan 感謝收看今天的影片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這個星期五 Neezy Nails 將會首次在Morovia Old Town 下午的Farmers Market擺攤 想要試用一下Tenfree的指甲油 跟一般的指甲油有什麼不同嗎? 歡迎五月二十號 星期五下午 去 Old Town Malovia 試用看看 Neezy Nails 無毒 無害 快乾 顏色又飽滿 又豐富 又眾多 在網路上看到的顏色不夠清楚嗎? 歡迎當天親自去看一眼 我當天也會在這邊幫忙 我會臨是個 呃... 只有年輕人在過的節日吧 我愛你 怎麼這麼肉麻啊 不過 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 跟自己的另一半出來走走呢? 重新回到年輕的時光 總之 Neezy Nails 希望大家這個星期有個 總之 Neezy Nails 這沒辦法 沒辦法 放棄了 總之 Neezy Nails 希望大家這個星期五 有個輕鬆的下午 一起去 Old Town Malovia 走一走 然後購買漂亮的指甲油吧 去之前也可以上 www.nijila.com 看自己喜歡的顏色 當天購買喔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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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